除了看这场球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把自己对于2022赛季中超联赛 这个赛季苍州雄狮的情况 其实就也能够给很多球队打个样 先看一下这边苍州雄狮队的进攻 国境 直接起到大门 这球打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 苍州雄狮队开场 连续不断的禁区边缘的这种镜射的尝试 也是终于收到了效果 终于有一个我能够打在你的球网一里 广州城队这个赛季打到这会儿了 朱克夫 就横向我门前改 这边还有机会 门前 这个位置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 朱克夫啊 这个球连停 带带 这球没问题 远端的位置上 48号 黄培招 这球 哎呀 这种球不能这么传哪 55号 毛泽玉到了进去里 单刀面对对方的门将 摊过来 角度有点小 往门前 打 有球迷说这个小孩U21有过大四喜 应该是指55号毛子鱼 今天这场比赛看看随后的时间里面完 朱文奇在给到中间 朱可夫和自己的队友做配合 周建一再往边路转 朱可夫今天变成了B2B中场 这个投球攻门 在一脚捕射 球又一次被打进了球门 比赛打到40分钟 朱可夫高速插上之后 在底线附近把球传到了门前 朱可夫是对中路包抄的球员 头顶脚踢 两次射门 把球再次打进了对方的球 再看一下啊 朱可夫这球速度很快 传球的位置也恰到好处 这球直接打到门前 投球攻门 球顶进了 破门得分的是23号杨一鸣 43分钟 这个小球阀的位置恰到好处 正好就是杨一鸣头顶那个区 身材高大的杨一鸣高高跃起 把这球直接顶 这球杨一鸣的身高优势 完全体现出来了 1米93的打高个 再看一下啊 这一球 苍州琼师现在4比0的比分领先之后呢 下半场开场以后 整个阵容的位置呢 开始相对的往回收 把中场控球的球权 更多的出让给了广州城队 这脚射门啊 还得是由叶楚贵 来完成高智障的打门 这边还有机会 成如回撤到了中场的这个位置 拿球过来接应 小枕过来 黄皮招把这球送到了进区里 黄楚琴打门 这球扣过来 位置其实很好啊 这边还有机会 在门前 这又是一片混战 直接的起脚打门 这球打到了门梁的下眼 还有机会 岑州琼师队的防守球员 在球门线上把球解围了 苏玉婷上来之后 有过两脚质量比较高的射门 一个被对方的门将扑出了 刚才的这脚打门 又太强调力量 结果是被对方的球门横梁 给挡出去了 这个时候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 来自于48号黄皮招的射门 现在看看面对这个点球 叶楚贵来主罚 这个球叶楚贵最后 还是把球打进了球门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其实这个球孙建祥是判断对了方向 但是叶楚贵的这脚打 接下来2023赛季 其实我们所期待的是 更有规律的中超联赛 有规律的比赛时间 有主客场能有更